再來看到美國國務院郭議員週五表示 中共發現在全球散播病毒來自於美國的陰謀論 沒有什麼事長以後 已經開始了放棄這種說法 轉向宣傳刺激 美國國務院全球參與中心週五發布特別簡報 介紹了中共、伊朗等國在傳播虛假信息方面的情況 該中心協調員利亞·加布里埃爾說 我們評估了中共在非洲的官方消息 顯示他們可能已經放棄了虛假宣傳活動 特別是說冠狀病毒起源於美國 加布里埃爾表示 在西半球也看到了類似的情況 中共放棄虛假宣傳的原因是 非洲民眾對中共的說法相當反感 美國分析了從3月13日到15日 民眾對中共在社交媒體上散佈病毒來自美國信息的反應 發現民眾的反饋相當明顯 加布里埃爾表示 中共現在轉向了宣傳自己 如何控制疫情和對國際的援助 本月早些時候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推特上稱 病毒可能來自美軍 美國國務院駁斥趙的說法可笑 並召見了中國大使 之後 美國總統川普稱呼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病毒 為中國病毒 新唐人記者 劉海英綜合報導